国家间关系的本质都是利益未必很多时候,是传统有一起了关键作用。 这样的例子不胜美举,譬如叙利亚能走到今天,就严重离不开一个朋友的帮助。 日前美国宣布撤军叙利亚成了世界关注的焦点。 这也标志着叙利亚政府从此可以稳坐调局台了。 目前其掌控叙利亚领土的95%并且还在进一步增加,但可能没人想到的是, 它曾经控制的叙利亚领土只剩下5%,几乎就要完蛋2011年叙利亚爆发游行示威,并最终演变为武装冲突。 西方大国趁机介入各种恐怖势力,也开始作祟阿萨德政权岌岌可危, 但最终,叙利亚政府军熬过了8年航道的最后,这与俄罗斯的实质性介入密不可分。 如果简单述述叙利亚政府军的主要对手,就会知道,这场内战有多么艰难。 除了乱七八糟的各种小股势力撇开不说, 至少还有四大股他们分别是叙利亚政府军、库尔德武装、反对派武装和伊斯兰国, 俨然处于四分五裂的状况,同时各方势力的最后力量都不容小觑。 他们以打击恐怖主义为皇子肆无忌惮地抢地盘狂轰烂炸,搞得人民水深火热。 叙利亚政府军一度出现了兵荒的局面,一个四五十岁的老兵出征照片, 让人印象深刻从中不能看出其艰难程度。 可以预见的是,如果迟迟没有国家愿意出手,帮忙叙利亚一定挺不下去。 2015年9月30日,应叙利亚方面,请求俄罗斯正式参与到叙利亚境内的作战行动中, 开始向各种反对势力展开空袭。 在此之前,俄罗斯已经向叙利亚政府提供了大批武器弹药, 经过三年时间的战斗。 俄罗斯以基本帮叙利亚肃清主要障碍,夺回了大部国土,并且稳住了阵脚。 俄罗斯的出手固然有战略利益的考量,但更多的还是二者的传统有益。 在这个过程中,俄罗斯花费的资金不计其数投入的人力、物力同样不可估量同时, 代价非常惨重牺牲的最高指挥官,拿到了中将级别同时各级军官均有不同程度伤亡。 最为难熬的时候,是美英法军舰集结。 扬言要对叙利亚展开大规模军事派击,在这种情况下,俄罗斯方面坚持绝不让步。 冒着同整个西方世界大大出手的风险,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支持盟友叙利亚。 从严格的国家利益角度出发俄罗斯的这一决定,并不够理性毕竟。 叙利亚只是一个小国。 因此说叙利亚最该感谢俄罗斯一点也不夸张,并且不难预见的是, 叙利亚未来的和平进程与安全还是少不了俄罗斯帮助叙利亚的命运。 以与俄罗斯息息相关,这再次证实有时候。